各位好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耿传媒,我是蔡振元,这两天有关于中共二十大的新闻很多,但是其中在大陆以外流传的最广的,是有关于胡锦涛离场的事情。 胡锦涛离开二十大的会场,在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视频,一概的被解读为说,好像他是被驾离会场,那就产生很多很多的说法跟解读,第一种说法跟解读是,习近平不让胡锦涛留在会场, 第二种说法是,胡锦涛想讲话,但是习近平不让他讲,所以把他请离市场,或者驾离会场。 这些说法呢,汇汇洋洋,那无亏的是要说,现在习近平这个大权独揽,然后对于这个胡锦涛非常非常的不尊重。 相对一下,他在十八大的时候,似乎胡锦涛在讲话,那习近平呢,就会这个,请听。 然后到了十九大的时候,然后习近平跟胡锦涛呢,两个人呢,还有说有笑。 二十大的时候,就看到了,好像习近平呢,对胡锦涛呢,就没有那么样的客气,还把他请离二十大的会场。 这个基本上是,所有的媒体呢,谈论的一个焦点跟方向。 我刚开始看到了,这些大陆以外的,所有的电视媒体,网路媒体,都做这样的解读。 不管是不是反中的媒体,或者是一些比较中立的媒体,也大概都是往这方面去渲染。 可是他们所看到的证据呢,所提出来的视频呢,似乎是很片段,为什么我的直觉是很片段呢? 就是,他是从一个片段落里面是,两个随附进来,然后就把胡锦涛呢,从椅子上呢,扶起来,或者被解读的拉起来。 然后,好像胡锦涛还想坐下来,但是两个随附拉,不让他坐下来,然后把他请离二十大的会场。 这样的一个影片出来的话,我不否认,的确很容易被做成,我刚才前面所讲的几种解读。 可是我的纳闷是说,那整场的过程到底是什么? 一直到有一个叫CNA的一个网站,把这个全场的状况播出来,因为这个是媒体记者所录的, 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中共官方的,所以全场的状况毫无疑问。 那如果我们还连到全场的状况呢,我来跟大家解读一下。 这个全场的状况一看了以后,我马上做出完全不同的一个,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。 那我们来先看看,他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,我们来看影片,第一个,我们先看到栗战书跑去帮胡锦涛收拾他桌上的文件, 因为他的桌上文件有点凌乱,因为他们的文件的盖子是红色的,他把一些白色纸收一收。 然后栗战书不晓得来跟胡锦涛讲什么,然后栗战书就把他整理好的文件,往他自己身边放好。 然后再来,胡锦涛好像不太懂什么事,神情呆滞,伸手去摸这个栗战书的手,也不晓得跟栗战书讲什么。 然后这个时候呢,这个习近平就侧头过去看他们两个,到底在干嘛,或者讲什么,或者在听他们两个讲什么。 那习近平一直都侧头在,在看他们两个。 然后这个栗战书呢,还一直在跟胡锦涛讲话,但这个胡锦涛似乎,不晓得在, 一人整个神情都很呆滞,眼神也很呆滞地看了前面。 那习近平就把一个随户找来,这个随户就扶着胡锦涛的椅子,听习近平讲话。 那习近平不晓得跟随户交代什么,这个随户就过去,把这个栗战书手上的胡锦涛的文件摸一下。 然后这个栗战书啊,又跟这个随户讲话,那栗战书旁边的王沪林又跟栗战书讲话。 然后这个随户呢,就把栗战书手上的胡锦涛的文件拿在手上, 那再就把胡锦涛的右手扶起来。 然后另外一个随户过来呢,就把他椅子挪一下,让胡锦涛方便离开。 然后胡锦涛走了两步,好像又想回座位。 然后这个又跟另外一个随户就伸手,请这个胡锦涛往这个方向走。 那胡锦涛看一看这个随户,然后这个没有什么动作, 神情的这个望着这个后方,望着后方以后,又移了个脚步, 然后挥挥手,不晓得讲什么,又摸摸他的剑中,然后又放下手。 然后又,这个时候他的右手,有另外一个随户把他扶着, 那胡锦涛双手就放着,就一步一步,有点的老太隆中的走。 那这个时候他就过去摸一下习近平,那跟习近平不知道讲什么, 习近平跟他点点头,后来又摸一下李克强,那慢慢慢慢走。 那最后走过去那个年纪最大的宋平的后面,就默然的一直往前走。 这个就是整个的过程,这个整个过程,如果你们再对照一下, 他们入场的时候,因为一开始大会入场的时候, 大家都坐定了,他的主席团在进来。 那大会的二十大的主席团,走在前面第一个,当然是习近平, 第二个就是胡锦涛,那第二个的胡锦涛进场的时候, 他仍然是有一个随户扶着,就你仔细看一下, 扶着他进场的这个随户呢,就是扶着他离开的随户, 也就是说这个随户是谁的随户呢,是胡锦涛的随户, 要不然不可能说,这个进场也是他扶,离场也是他扶, 所以很明显的,这个是专门安排照顾他的随户。 而胡锦涛进场的时候呢,跟在习近平的后面, 有随户扶着,也是一个脚步满山, 神情相当木兰的,相当呆滞的眼神走进场的。 再来,如果你看到二十大的一个整个开会的所谓的开幕,闭幕了, 你就可以发现到,有几个镜头看到胡锦涛呢, 他神情一直都很呆滞,包括他们在唱国歌的时候, 其他人都是高声唱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, 还有叫所谓的义勇军进行曲, 不过插话一下,这个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中国国民党二十五师的一个军歌, 他原本是什么,原本是一个抗战电影里面的主题曲, 那由抗战电影的主题曲变成国民党军队的军歌, 那现在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, 所以历史的一个变化转折很特殊, 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, 没有国歌,不是用这一首, 以前他们大概都唱国际歌为主, 那后来在某一段时间以后呢, 那再正式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定位为国歌, 因为他的传唱范围可能因为电影主题曲的关系比较广, 他是一首抗日歌曲, 所以在唱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, 胡锦涛不曉得有唱没唱, 嘴巴看不出来, 然后在这个表决过程里面, 胡锦涛也申请呆滞也没有举手, 那这是整个的画面,整个的过程, 那因此呢, 我就得到了跟大部分的媒体完全相同的, 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, 演员几个, 第一个, 有人说习近平不让胡锦涛讲话, 那这个是一个对于中共二十大开会的程序, 不了解的一个很无聊的说辞, 我只能这样批评他们, 为什么, 因为中共二十大他们有分什么, 两种会议, 一种叫分区会议, 一种叫全体大会, 我们刚才所看的影片是全体大会, 全体大会它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, 就是把议案朗读一遍, 然后接下来就是举手或者鼓掌或者投票, 把这个议案来通过或者不通过, 那第二个呢, 就是休息时间, 这个在等候啦, 这个转场的时间, 所以你说, 这个全体大会的时候, 它从头到尾就没有个人的发言时间, 因为他们的发言时间在分区大会, 这到底想得通吗, 两千多个人怎么发言啊, 怎么排列发言啊, 所以他们会分成几百人几百人几百人, 比如说广东代表团, 福建代表团, 什么代表团, 因为人民大会堂有很多厅啊, 什么福建厅, 什么西藏厅啊, 什么厅啊, 也好很多厅, 分别在不同的厅里面开会, 这个时候呢, 他们在厅里面的发言, 才有发言的时间, 那发言的时候就有二十几个政治局委员啊, 分头去主持, 所以如果要同时办的话, 大概可以有二十五场的这个分区发言的这种会议, 但是到了大会的时候呢, 就没有发言的时间, 所以我们看到的镜头是, 胡锦涛的做的那个时间段, 是集全体大会, 所以全体大会本来就没有发言的时间, 所以就构不成所谓的, 胡锦涛想发言, 然后习近平不让他发言, 把他架离会场, 或把他请离会场, 这个前提不存在, 后面的推论当然是不存在, 第一个, 并没有所谓不让他发言, 因为本来这个全体大会就是不发言的, 第二个, 他们说, 习近平刚立威了, 就是告诉我所有的团派, 现在是我当家, 所以把团派的大佬, 这个胡锦涛那, 就硬生生的架离会场, 来表示他的权威, 我觉得这个有点想象过度的一个判断, 共产党的团体跟组织, 他的所谓的共产主义青年团,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, 就是要成为共产党的党员, 他们是有经过一个考核的程序, 跟大部分的西方的国家说, 要加入一个政党, 很容易, 那个情形不太一样, 大部分的西方的国家的政党说, 我缴个党费我就可以参加, 大概不会有些什么考核, 一些什么很严格的程序, 还要你的什么祖宗三代, 身家要调查清楚, 没这种事, 但共产党就很特殊, 他一定要对你的身家, 过去精力, 做充分的调查, 然后经过他们觉得认可了以后, 觉得你这个人的确符合他们的要求, 符合他们的标准, 那时候才能够加入什么, 共产党, 然后很多的比较年轻一辈的, 比如学校的学生, 有时候都是先加入所谓的共产团, 有点预备党员的味道, 先加入共产团, 在共产团里面过了一段时间, 再申请加入共产党, 那共产团等于是所有的, 有的是有党员身份, 有的是没有党员身份的这些团员, 那么在原则上活动地点, 有社会的青年, 有学校的青年, 主要是以学校为主, 那所以各省各市都有共产团的团体, 很多地方都有共产团的团体, 然后这个共产团, 当然就也因此会有很多很多的干部, 然后他也比照共产党的一个干部的位阶, 安排, 比如说共产团的第一书记, 或者共产团的书记, 可能就是有到了副部级, 或正部级的一个位阶, 然后其他的书记, 也有所谓的厅处厂的位阶, 大概是这样安排的, 那什么叫团派呢, 其实在共产党内部呢, 有在共产团服务, 并且循着共产团的位阶, 一步一步往上晋升的, 最早的应该是胡耀邦, 所以胡耀邦呢, 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各派系, 因为毛子龙讲过嘛, 党外无党,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, 就是一定会产生的事情, 所以共产团这样的资历就很实, 很正常的会产生的一个人脉关系, 那胡耀邦呢, 也把很多共产党人提拔到了政坛, 或者各个角落去, 去就任, 去发挥他们的一个功能, 那共产党也产生过很多很优秀的,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, 这个, 然后真的这个, 到了胡锦涛的时候呢, 就更加的明显, 那胡锦涛真的是从共产党, 一步一步晋升上来的, 然后很年轻呢, 就被派去西藏, 当西藏的自治区的书记, 所以就形成一个整个共产党的接班人, 后来这个李克强, 也是胡锦涛呢, 在共产党里面, 一步一步拉上来, 后来好像去当了辽宁的书记啊, 已经就是, 也经过一些晋升的过程, 历任的过程, 然后最后当了国务院的副总理, 然后当了国务院的总理, 所以胡耀邦, 胡锦涛, 李克强是最明显的团派, 可是除了这个意外呢, 也有不少的一个共产党的领导阶层的重要人物呢, 也曾经有共产党的资历, 但是可能他后来的晋升呢, 并不是寻着共产党的位阶, 比如升到了书记啦, 这个第一书记啦, 比如说胡锦涛呢, 他事实上是当到了这个共产党的第二书记, 后来很简短的升上第一书记, 他原来的上司第一书记呢, 就反而比较没有什么后来的一个发展, 所以他的过程就是比较特殊一点, 然后李克强因为这一次没有继续的担任重要的职务啦, 被说成裸退或者是说成退休啊, 那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谈论这个共产党的新人士, 那我们先回过头来, 就是因为胡锦涛有共青团这种团派, 一个领导人的出身的一个功能, 那如果有团派的经历了, 那倒是在现在的领导阶层里面, 还有一个人就是被认为即将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, 李强那他的第一份在共产党里面的工作啊, 就是共青团的基层干部, 但是后来他可能没有循着共青团的位阶一个一个往上升, 升到了共青团省里面的一把手啦, 或者是全国性的一把手二把手啦, 没有,没有这个资历, 后来他就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啦, 李强算不算团派啦, 这个大家是有争论, 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, 那我的看法是应该是不是啦, 因为那是第一份工作嘛, 后来工作都跟共青团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, 那谈到了胡锦涛, 胡锦涛从上次在天安门出现是几年前, 那个时候是习近平主持这个阅兵的时候, 他在天安门上面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, 他的身体健康不是很好, 那所以从这整个离场的事件, 我们第一个很确定的, 不是不让他发言, 而是那个不是发言的时段, 第二个, 有一种说法说他不想离开, 然后硬被请离开, 这个可能有点的疑问, 不晓得大家经验怎么样子, 我也有这个亲属, 也有这种年纪很大, 然后80了, 然后这个的确开始有这种失智的现象, 我跟大家解释, 我本来也认为说, 以前我没有碰到这种案例的时候, 我不知道什么叫失智, 结果那位连长的亲属, 他也80, 然后医生开出来的一个诊断证明, 就说他失智, 那我问医生说, 他还可以治理生活啊, 比如刷牙, 自己洗澡啊, 不是问题啊, 吃饭不是问题, 怎么失智, 他说不是, 他的失智的现象, 第一个, 就是经常会眼神呆滞, 因为这个失智的开始, 那因为你不了解他要表达什么, 有时候表达不会很清楚, 因为他记忆力开始严重衰退, 他会把很多的记忆, 片段的, 开始混乱的组合, 可能是把不同的事情记在一起, 会开始这种现象, 那重要的段落呢, 忘掉了, 所以啊, 有时候就是女儿太多的, 会把女儿的名字叫错, 儿子太多, 会把儿子的名字叫错, 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形, 那最重要就是说, 他一开始因为失智的现象, 会使脑部的运作开始缓慢下来, 所以眼神一定会呆滞, 所以失智的话, 看眼神很重要, 就是说不要以为他的集中注意什么, 其实他什么都没有注意, 他开始有时候清楚, 有时候不清楚, 会出现这种现象, 那再来第二个重要的一个情形就是, 他会失去方向感, 就是有时候他不晓得, 该走左边, 还是该走右边, 那有一个人很明显, 美国总统拜登就经常出现了, 不晓得该由左边走, 该是右边走, 这个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, 是一种轻微的失智的现象, 所以失智, 不表示说, 一定是到了最终阶段里面, 那个人都完全不认识, 没有那么的严重, 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很容易走失, 他一个原因就是, 他完全没有方向感, 那完全没有方向感, 他就处在一种, 上下左右, 那种很难做出判断, 然后就会慢慢走丢, 这种情形, 那我们回过来, 把这种现象, 来看这个胡锦涛, 第一个, 这一段我们讲过了, 栗战书一开始发现到胡锦涛, 神态莫然, 但因为我们没有现场的声音, 我不晓得有没有, 因为失智人在一开始的时候, 他没有办法清楚地表达, 所以他的嘴巴老是会动不动发出一些比较奇怪的声音, 那这个奇怪的声音, 我从医师那边了解到的是说, 他是有意识表达, 也有可能是无意识表达, 但是他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表达, 会有这种情形, 那是不是胡锦涛有些什么样的, 那很明显的胡锦涛在座位上, 已经开始那种神情呆滞, 你看他就双手放着, 然后不晓得看什么, 就眼神很呆滞, 而且其中有个镜头被catch到了, 他看前面, 那就是神情目染, 他完全搞不清楚他在看什么那种状态, 你只要多看两处, 很确定的胡锦涛是在一种初期的失智的现象, 然后栗战书不晓得跟他讲什么, 那胡锦涛前面的白纸跟那个红色卷宗的皮, 注意到他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卷宗, 一个大概开会资料吧, 那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皮, 所以栗战书就先把它整理以后, 栗战书自己把他拿到他, 往他自己方面拿, 然后这个胡锦涛就伸手过去摸栗战书的手, 不想跟栗战书讲什么, 那我很确定栗战书可能听不懂, 为什么, 他一直听过去, 好像在听他讲话, 那习近平就拼过头来, 看看他们两个, 不晓得他们两个在讲什么, 那隔了一下子习近平, 这个随后走过来, 先扶着胡锦涛的椅子, 那习近平就把他找来, 我的判断应该是说, 是不是把他请到他到旁边休息, 因为那个开会很沉闷嘛, 都要听这个主席台在讲什么, 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说, 这个大会的主持人是谁, 不是习近平哦, 这个大会的主持人是李克强, 所以你从一开始, 宣布开会谁宣布的, 李克强宣布的, 闭幕谁宣布的, 李克强宣布的, 这是他们大陆的习惯, 就是说通常都是由二把手来主持会议, 比如说他们的国庆大典, 也是李克强当主持人, 以前也是周恩来当主持人, 毛泽东时代, 他们的习惯是这样子的, 然后他离开的时候, 这个走过后面, 是有先跟这个习近平拍拍, 不想跟习近平讲什么, 那习近平就是转过头去点点头, 跟胡锦涛点点头, 那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听懂, 然后在经过旁边的李克强, 然后这个胡锦涛在拍在李克强, 那就神情目染了, 跟着随护一直往前走, 所以很明显的, 他是身体状况有问题, 然后被提早请离这个会场去休息, 而不是有所谓不让他讲话, 不让他留着, 那至于他有个动作, 这个随护从扶他右手起身的时候, 另一个随护拉椅子, 他又有想要回头坐下来, 这个在失智人里面, 他会有一种无法决定行动的, 一种迟缓的现象, 就是有时候不想要该站起来, 还是该坐下来, 有时候不想要该往东, 还是往西, 他无法迅速的去做出他的一个反应, 跟一个决定, 但是你说随护硬把他架出去, 随护只是扶他的右手而已, 另外一个随护并没有扶他, 另外一个随护只是拉椅子而已, 所以是有安全, 由他自己的随护, 把他扶他右手, 然后另外一个随护拿了卷宗, 双手比着请他往前走, 就这个动作, 然后他经过了这个主席团, 前面主席团做第一排, 唯一有一个做伦理的是谁, 就宋平, 105岁了, 那宋平反而相对的, 老金比较清楚一点, 那注意到宋平是谁, 就是提拔胡锦涛的人, 提拔胡锦涛的人, 那在目前的, 有出席的里面, 他大概是共产党最资深的一个领导人, 那因为可能海外比较不认识宋平这个人, 因为如果没有宋平提拔胡锦涛, 当不了这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, 那在整个会场, 你说不让他讲话, 硬要把他脱离啊, 要显示习近平的权威, 那有点过度了, 因为习近平两度, 第一度是发现, 不晓得栗战书在跟胡锦涛讲什么, 然后第二阶段找隋护来, 然后隋护又跑去, 不晓得跟胡锦涛讲什么, 胡锦涛离开的时候, 不晓得跟习近平讲什么, 那习近平点点头, 然后他拍拍李克强的, 那就往前走了, 所以如果硬要对胡锦涛不礼貌, 那宋平呢, 更是大老中的大老, 你怎么解释呢, 那宋平反而是105岁, 还很灵光, 他等于是全场的祖师爷, 最自身的人物, 因为江泽民没有来, 他就, 胡锦涛离开了, 他就最大吧, 大概有种情形, 所以我是觉得, 这个可以不喜欢共产党, 可以不喜欢这个习近平等等, 但最重要的, 要判断共产党, 不可用主观的想法, 去遮蔽掉了, 我们自己的, 对客观事实的判断, 这个, 这样就会, 对很多的事件会失去偏差, 所以以上是我对胡锦涛, 在二十大会场里面, 离开事件的一个研判, 谢谢大家的收看, 谢谢。